立法會在星期一復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條例草案 在過去的會議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四名議員拉布 要求政府修改預算案落實全民退休保障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說 收到主席曾育成的邀請 在復會之前商討如何處理拉布的問題 做了一個整體性的辯論 當你去到全面的整體性辯論的時候 第一個就說 否則我們理事規則 當然我知道立法會主席是可以的 他有你權利的 你解決現在今天的問題 另一位議員黃國健 則質疑拉布的議員南庸議會的權利 不是全心爭取全民退保 我們都認為 是需要社會有科學的計數 以及有一個共識去推行 在現在這個時候 你突然間用這種手段去強行做 我們認為 未必是 目的未必是 純粹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或者是 要來build up自己的一個手段 我們覺得這個不是適當的做法 他促請拉布的議員 袁毅立馬 盡快撤回餘下的修訂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曾志倫報導